自从《瓦瑟江湖》上映后 许多网友都拿《瓦瑟江湖》和《武林外传》做比较 其实大可不必 毕竟《武林外传》已经是喜剧巅峰 别说《瓦瑟江湖》就算是这部戏的原班人马 从编剧到导演到演员再来个续集 肯定也是狗尾絮雕 虽然《瓦瑟江湖》和《武林外传》有些差距 但是这部剧可以说是为德云社演员量身定作 除了主演的郭德纲的《四个弟子》外 也有更多德云社成员参与演出 带给大家许多的欢乐 特别是上小菊饰演的《八两》 虽然不是主要演员 但是却有着不少戏份 每次出场时都能给大家带来惊喜 近日李九春在点评《瓦瑟江湖》的时候 众所周知 岳云鹏有三个徒弟 尚小菊 刘晓婷和徐小竹 其中尚小菊可以说是深得师父岳云鹏的真传 也是最像他师父岳云鹏的 又见又蒙的形象 受到众多观众的喜爱 特别是跟岳云鹏一起表演 卖孤一的时候 连岳云鹏都说太像了 而在瓦瑟江湖中 就像李九春说的那样 他平时一本正经的状态是装的 在剧中 上小菊为了保护秦萧贤 乔装打扮 暗地里保护秦萧贤 每一个对秦萧贤不尊敬的时刻 都被尚小菊给敲了闷棍 特别是最后打累了 还让时刻自己动手 演戏本色演出 台下给师叔师爷们拜年 也是一秒钟入戏 德云社连续上演的搞笑拜年系列 尚小菊可以说都没缺席 看似在德云社辈分最低 到了过年期间 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今年他去师父家拜年 当时师父的搭档孙岳也在 因此 尚小菊进门就开始喊爷爷 直接就跪在孙岳身边 曾经因为给张赫伦拜年 张赫伦说没钱 今年尚小菊就学经了 直接给孙岳亮出收款码 不需要现金了 弄得孙岳直接喊 有完没完了 而且尚小菊收红包 还不忘师兄弟刘晓婷 还跟孙岳提醒 二哥晚点到 能让师爷无奈 演戏也被师叔肯定 尚小菊在德云社 应该是一团宠一样的存在 半斤的本色出演 也是得到了观众朋友们的认可 大家纷纷留言点赞 表示支持 虽然尚小菊不是瓦瑟江湖的主角 但是却凭借这部电视剧 吸引了无数粉丝 成为了大赢家